今天我们来学习音试分解 提供音试法 把供音试提到括号外 两个数或带有未知数的试子相乘 得到的数或试子叫做音试 多项试的各个项都含有的公共的音试 叫做这个多项试各项的公音试 一般的如果多项试的各项有公音试 可以把这个公音试提到括号外 将多项试写成音试成绩的形式 这种分解音试的方法就叫做提供音试法 那么就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先按下停止键做一道练习题吧 做完了以后按下播放键 圈出正确答案吧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对答案 第一题的答案是 第二题的答案是 最后来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 两个树或带有未知数的试子相乘 得到的树或试子就叫音试 多项试的各个项都含有的公共的音试 叫做这个多项试各项的公音试 一般的如果多项试的各项有公音试 可以把这个公音试提到括号外 将多项试写成音试成绩的形式 这种分解音试的方法叫做提供音试法 今天的学习到此结束